重慶市民莫先生學外鍛鍊身體 與眾不同的是 他每天都要穿一對重達140公斤的鐵鞋散步 一會看看 有重慶鐵鞋王青號的莫樹林 每天都會穿著一對鐵鞋在公園散步 吸引了不少市民為軍 56歲的莫先生早年患有血栓閉塞性脈管炎 偶然在電視那裡見到有人穿著鐵鞋來行路 就抱著試一下的心態 模仿地打造了一對2.5公斤重的鐵鞋 堅持穿一段時間之後 發覺身體越來越好 於是就不斷地增加重量 每隻鞋的厚度由最初兩厘米 增加到現在超過20厘米 已經開始隔兩三個月加五斤 隔兩三個月加五斤 隔兩三個月加五斤 現在已經加到280斤以上 除了穿著鐵鞋來鍛鍊 他三年前也加入了重慶的跑步團體 輕鬆挑戰各種跑步比賽 前面在桂州就以11小時38分鐘 完成了100公里超級越野跑 鞋子穿了鐵鞋運動後 拖下來整天 感覺是很飄飄人很輕鬆的 除此之外 他還會跳繩跳鬼播舞 莫先生說體育鍛鍊 令到自己越來越年輕 身體也變得健康 他非常享受運動帶來的快樂 無線電視記者賴君瑞報道